指上最強MACD贈吧 哇 真的嗎 那你在2400至上 台積電 鴻海管達 輕鬆賺50% 但是你要在24000點至上 你再賺50% 這個難度就很高 這個標題下得很驟動 因為鴻海 台積電 廣達 還能賺50% 這一集真的是非常有可看性 我非常重視MACD 它提供我們的技術妹的訊號 待會給各位完整的一個介紹 Coco 瘋狂股市 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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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崇 嘿 來看一下 投資必修客 指上最強MACD贈吧 哇 真的嗎 那你在2400至上 台積電 鴻海管達 輕鬆賺50% 這一集我一定要趕快看一下 一定要看 訂閱 儲存一下這個影片 我們先請教 三位專業分析師 哇 都是技術派都是大師 是 好不好 不會讓大家大失所望 包含他的體重 林郁凱分析師 你好 欸 是Cue我是吧 體重 體重怎麼會Cue我呢 好 那個大家好 我們不要用講的 一切金在不言中 是 看一下郁凱老師跟坤真老師 來 你要側面啊 你幹嘛 你幹嘛 沒有 差不多啊 有可能嗎 人家都講說 我跟坤真的背影 是最容易認錯的 對 常常都這樣講 坤總三三勿入你 你受了 哈哈哈哈 你往前一點好不好 差不多啊 我們都算是 你碰一下桌子 你往前一點可以嗎 哦 好 對啊 我很前面啦 你看 碰不到桌子 嗯 好吧 好吧 有有有 所以你啊 郁凱老師啊 對這個MACD戰法什麼看法 我覺得這個標題下得很聳動 因為如果說真的能夠在兩萬事之上 而且又是什麼鴻海 台積電 廣達還能賺50% 這一集真的是非常有可看性 真的欸 好不好 現在都漲翻了 還想喝個水 他講話怎麼都短呢 哈哈哈哈 你才短呢 好不好 好 我喝個水一下 沒有啦 是啊 來 郁凱老師 來 郁凱老師的LINE 記得加一下 這個都一樣 那節目一下 這個老師的裡面有文章 還有美食的什麼 還有影片 還有美食介紹 美食介紹 每天看他吃吃喝喝的 還說要減肥實在是很難 不過除了這個美食介紹以外 他還有標股介紹 記得加LINE 好不好 還有第二位老師來 寬真老師你好 顧氏貴公子 好 我覺得說 這一集我光看標題 我就覺得真的是很厲害 對 主要就是說 我覺得說廣達 這些賺50%不難 但是你要在24000點至上 你再賺50% 這個難度就很高 他講個公司頭 人家長得比較爽 不一樣 欸 你不要這樣子老師 對啊 講得一模一樣 什麼一模一樣 然後 昆一凱老師 昆一凱老師 你不要學那個陳彥老師那一招爛招 講得一兩句一模一樣的 昆老師 還不容易 我還跟你講股市貴公子 所以他差別於凱老師 你知道為什麼 他講的話比較 有時候大家覺得 很可靠嗎 那稱號取得很好 你要改個名字稱號 他改什麼呢 比如說 股市重量分析師 沒有比較好欸 沒有比較好 那股市 K歌之王 K歌之王的分析師 欸 對 你的強項是唱歌 你要唱一首歌好不好 K歌之王不錯喔 就唱K歌之王好不好 我已經相信 有些人我永遠不必等 所以我明白 在燈火爛散除 為什麼會哭 欸 你現在唱歌比小孩贏好多喔 小孩現在在那邊閃 不同時搭喔 郭富城 欸不是 這是劉沙娃 劉沙娃演唱會你會去嗎 劉沙娃 你要玩劍娃嗎 不會不會不會 不會齁 劉沙娃跟郭富城我都蠻喜歡 一三不龍二虎 所以不去看他演唱會 來講他 你唱這種歌 K歌之王你會不會唱 不太會 K歌怎麼不會唱 他這樣歌不敢PK 他現在每次都說不會 然後就不用唱 你看這個煙閃不行了啦 對啊 所以昆森老師來兩個 借駕一下好不好 昆森老師也是一樣 有介紹很多標果 他學經理也是 很厲害好不好 那第三位 來我們主講者來 歡迎 姜姜老師你好 哇姜老師直接上來 是吧 不好意思 還是直接來 我以為 直接Cue我啦 對 姜老師 那這個 他們三個都有各有參數 老師我們就是用 技術分析來營測一切 是 對 因為以前我們常常跟各位分享 我的MACD對不對 但是都比較片段 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跟各位好好的 這個分享 介紹一下 我們MACD的 這個應用的戰法 今天特別有 哇很榮幸有這一集 跟各位講 MACD 我研究的股市二十幾年 我非常重視MACD 它提供我們的技術面的訊號 待會給各位完整的一個做 這個介紹了 老師今天把二十幾年功夫 一次 在這一、二十分鐘 全部交給大家 對 想辦法用吃奶的力氣 奉獻給大家 是 OK 我們看到臺北股市 在OR這一波漲從這邊 OR漲了八千多點 八千多點 其實我們先講一個 所謂技術分析的概念 什麼是多頭跟空頭 其實不會太困難說 兩個低點連線 只要發現是正血率 它就是多頭 那臺北股市什麼時候會變成空頭 未來一定要看到兩個高點 或兩個低點連線變成負血率對不對 所以這個血率沒有改變的情況之下 臺北股市還是一個多頭的軌道沒有改變 反正血率完善的 就是多嘛 正血率是為多 就一直往右上角長的 這個血率完善的 是 就是多頭 對 好不好 這個是還沒有用MACD的之前 我們先用這個慣性 慣性 正血率的慣性為多頭 先學為什麼是多頭空頭 就不會變成豬頭 好不好 是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OK 好 不只要會ABCD 這個ABCD 連MACD也要會有 特別在股票市場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MACD是什麼東西 就是說 它就是說平滑意同移動平均線 Move in Average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就是說 Convergence就是說 C就是縮小 縮小就是閉合嘛 閉合 一個是B 就是閉合的意思 那Divergence是擴散的意思說 利用什麼 利用股票價格的搶弱呢 還有走向 還有這個量能的技術分析的指標 這個是它MACD的定義的 我們看一下它是如何生成的呢 MACD是有兩條曲線 分別是我們看底下 有一個藍色跟紅色 我們看這個圖文在一起 不同速度有沒有 這個紅色的跑比較快叫做快線 藍色的跑比較慢叫做慢線 不同速度的兩個移動平均線的快慢線 來做這個深層 然後你會發現這個柱狀體 柱狀體它就叫做 叫做OSC 其實這個柱狀體是兩條線 快速線跟慢速線的差 就是說你看它這邊是 這個減這個 對 紅色減這個 紅色減它 就是說它如果撐線 由大的開始變縮小的時候 它變成負的 就是說它會慢慢的往下遞減 等到快線小於慢速線的時候 變成一個濾棒 變成一個修正波 然後從閉合對不對 你看兩條線的差是這樣子 開始 Divergence 然後是往外擴散的時候變成多頭 就是它柱狀體就開始慢慢的擴大了 所以它是由兩條線跟柱狀體來生成 而柱狀體是兩條線的差 你看這邊差沒有了 就變成你看趨近於0有沒有 對趨近於0 兩個都差不多變成趨近於0 紅色是快線 是紅色是快線 快減慢 快減慢這是正的嘛 所以是紅色柱狀體 對 這快在下面 是 快減慢就負了嘛 所以就變綠色 零軸之下的柱狀體 它是學大梅 對這是MACD它的定義 只是定義而已 不同速度的EMA快速線 快慢線 快慢線EMA是什麼 這再往上看一下 是不同速度的EMA快慢線 是EMA是什麼 就是均線的意思 均線的英文 OK好來 再來我們看右邊 好我們看這個MACD 最基本的用法是什麼 就是兩條是不是有快慢線 有快慢線就會有黃金交叉 跟死亡交叉 我們看這個最簡單的 基本的舉例說明 快慢線 快線由下方穿越慢線 變成了黃金交叉 通常這是一個比較屬於波段型的買點 因為黃金交叉 這個柱狀體就會翻紅 就會翻紅了 所以黃金交叉很重要 是 OK 另外一個說除了金插之外呢 還有觀察死亡交叉 快速線反之 快速線呢 由上方往下穿越慢速線 變成一個死亡交叉 所以同時間 柱狀體以為由紅的變成綠的 所以基本上說金插為買點 死插 死亡交叉為賣點 這是基本的判斷的原則 通常我們看上面 這種金插跟死插 因為它不會今天金插 兩天後就死插 按照它的慣性 所以通常適合中長線的趨勢交易 它不會一下插還插去 對 它不會每天再插的對不對 怪怪的 老師你被玉凱影響到了 對 每天插 沒有 謝謝你 玉凱是每天插沙漏 插來插去 插沙漏 對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OK 老師說 所以是中長線 明明是金插就是 就是環金交叉 對 但是你看 為什麼不叫環插 金插比較好 金插比較好 環插聽起來好像環標一樣 金插好像比較有 比較高整 比較有氣勢 對 好像又可以吃 對 叉燒包 那個死亡交叉怎麼變 明明是死插 對 死插 還是環插 死插 亡插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對 死插已經有蠻明確的 警告的意涵在裡面 我認為死插就夠了 對 亡插還罵人家 亡插蛋 你那個亡插會沒有人敢用 沒有人用 死插就好了 太恐怖了 太恐慌了 所以我們要檢測 就求快速 金插 死插 明明是金插 對 就是說 為何走勢到 我們剛剛講的 學位的第一步對不對 金插為買點 死插為賣點 是不是很清楚 開始做進階了 明明同樣是金插 為什麼有時候 它會漲 有時候會跌呢 當過會做破解 兩個都金插 為什麼有些金插 就是會漲的 對 幅度會很大 有些只有一點點 甚至會反向往下跌 有些金插 你是看這邊金插 反而是什麼圈圈叉叉一直跌 對 往下看一下金插 沒有金插 然後結果股價卻一直跌 為什麼 OK 來 我們來看舉例 這邊金插 對 跟各位做個說明 好 有說 你看 你看這是 這股價對不對 它的金 你要注意看 黃金交叉產生的時候 這個快速線慢速線 它都在零軸之上 它就是微多了 所以特別留意 MACD的黃金交叉 你在用的時候 務必稍微觀察一下 它的快速線跟慢速線 有沒有在零軸之上 你看 這是從零軸之上 從一旦形成金插之後 在零軸之上 一度飆漲大漲的 波段大漲61.7% 這是一個很標準的 零軸之上的金插 為真正的多 就是廣達的模式 廣達會金插 就不會圈圈叉叉了 是 OK 好 零軸之上 我們看一下另外一個失敗的作品 我們看失敗的作品 就是說來看你看 陰液打的都打 你看這個底下 它一樣是金插對不對 用眼睛看都確認是金插 可是它的金插的位階時間點不對 為什麼 它金插發現在零軸之下 有沒有 它是零軸之下的金插 這是零軸 這是零軸 對零軸 有沒有 這個紅 那個柱狀體 綠跟紅交切素零這裡 對 這邊是零軸 它在底下 在這一條線的下面 是 如果在這一條線 交叉在這一條線 在這邊 那就很漂亮了 那就參考訊就很 非常的足夠了 所以你要特別留意了 當你發現MAC的金插 它如果落在 發現在零軸之下 參考看看就好 不要進場 因為它屬於什麼 空投的反彈 所以我跟你說 只要金插說錯了 要零金插 是 零軸之上零金插 是 這樣子不好笑是不是 老師 老師我順便要講一下 所以學到東西了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廣達 廣達 你懂得零軸之上 你廣達 我是他的金插 拉遠一點 廣達就變什麼樣 就變發達了 這個是音樂達 你不懂這個零軸之下 那就變成阿達了 誰是阿達 音樂達 你選的音樂達變阿達 阿達是謝老師 是 還沒來 謝謝你 還好他沒有來 沒問題 老師這個不管什麼插 有需要再參考成交量嗎 哎呦 這個問的很好 還不錯 如果你要看量的話 金插到底要如何用呢 我們舉例說明 通常我在看量的時候 我會把那個 均量把它打出來 就是移動平均線的均量 移動平均量的量把它打出來 通常我也一樣用兩條均線 通常我怎麼設 短線的快速線設MA5 5日均量 慢速線我們設60天的移動平均量 有沒有很明確 他在沒有出現一個金插之前 哇股價是不是橫盤 一旦出現金插有沒有 5日均量穿越60均量 它就一個起工的開始 就是我對一樣用金插的方式 把MA系列的金插 套用在均量的金插 也可以這樣來做使用 所以這是成交量的金插 成交量的金插是5跟10 5跟60 5跟60 現在已經不算MACD了 是說5到60 對 實際上是金插的觀念 對金插的觀念 我們美女主播 我們特別跟各位做分享 這是成交量 對 這個原本 這進階版的 聽不懂沒關係 這是進階版的 對 最想是零軸是關鍵 對零軸是關鍵 零軸之下 零軸之上的金插 可以參考性很大 白色是零軸之上 對 零軸之上金插 它就是確認是多頭 再看一次零軸 可是在零軸之下的金插 它就是空頭的反彈 這白色線是我們自己畫的 紅白交接處這邊 零軸之下就不能買了 對 是屬於空頭反彈 就很開心了 這樣子應該就很明確了 好 我們再看下去 再來 MACD還有這些助狀題 是 老師 改良版的MACD 這樣吧 先講了嗎 對 我們以上的這個部分 是屬於傳統我們所教科書 上學的MACD 跟各位做分享 我自己用了這麼多年 我可以用一個更簡單的方式 提供各位來做參考 說用改良版的MACD 通常我只看快線 兩條線我就不看了 因為快速線跟慢速線 你等它進場的時候 會比較慢 因為包含慢速線 時間會比單獨看快線慢了一些些 所以為了搶提早進場的時間差 我會只用快線 快線在零軸上 如果柱狀體在零軸之上 我們就給它持有 柱狀體就紅色柱狀體 一般人體就紅色柱狀體就好了 是 快線在零軸之上 對 一樣都是以零軸為分界點 一定要零軸之上 你快速線跟柱狀體在零軸之上 我就持有這張股票 老師 那這個不持有 或者解碼情況下怎麼看 對 說快速線跟柱狀體在零軸之上 你持有對不對 持有它掌一小段之後 如果有一個翻率 有一個跑到零軸之下 有一個不符合 我就會做解碼 至少先解碼一半 有一個先解碼 有一個不符合就解碼了 如果兩個都變成零軸之下 通通就全部要出清了 就不持有了 所以有一個節奏 一 二 三的節奏在這個地方 那抓主狀狀狀的標股怎麼樣 另外說主狀狀狀的標股 我們會把極速放大 不只是日線 日線同樣 日線它的快線跟柱狀體 都在零軸之上 如果同時間它的周線 快線跟柱狀狀體 也在零軸之上 那月線也在 它的柱狀體跟快線 都在零軸之上 表示什麼意思 日周月是個三個 不同極速的技術指標 它竟然成為什麼 日周月代表短中長的趨勢 手牽手同步走多 再一次 日周月MACD同步翻證 代表短中長期的指標 手牽手同步走多 它當然就比較容易符合什麼 主身段的標股的邏輯了 好老師我們這個又講了 很久聽不懂 來做這個舉例 好我們看這個範例 這是二字四有的金元電 你看這個位置 它是不是在這個 我們看到一個 先是柱狀體在零軸之上對不對 這白色是零軸之上 然後先零軸之上對不對 然後過一陣子之後 這個位置 快速線也變成零軸之上對不對 看快速線這樣 所以這個位置對不對 拉上去的 這個位置 兩個是同步多 這快速線 同步零軸之上 是不是持有這張股票 好這是日線對不對 日線同步多的情況之下 我們看周線 周線的位置 它也是同步多 有沒有 日線多 周線多 主線體 然後這個紅色線 有碰到主線體 都在零軸之上 再來看月K線 同時偷看一下月K線 它的快線跟主線體 都在零軸上 這是快線 對 然後這是零軸 快線碰到紅色的主線體 就算 就算兩個都符合了 對對對 所以 快線碰到紅色的主線體 就都符合了 對 所以我們看TAC整張圖 所以在這個位置有沒有 經元電出現什麼 日線 周線 月線 等於是短中長的MACD 竟然手牽手 同步都是呈現多頭信號 零軸之上 它就是變成什麼 進入主身段標股的軌道了 是說我剛才有一個總結可以 是 快速線我們放大 對 快速線 紅色這個比較陡的 快速線碰到紅色的主線體 等於兩個都在零軸之上 是 沒有問題 用這個結論 是不是我們繼續看下去 再舉一檔 我們就是說最近 台積電 台北股是全王重中之重的股票 我們看一樣 50%比較難 28%我們來看看 有沒有 台積電在這個位置 大概在900塊錢 你看有沒有 豬長體是翻紅第一天 快線是不是在零軸之上 兩個都在零軸之上 是不是持有 持有同時是日線 日線告訴我們900塊錢 可以持有同時 我們偷看一下 同時去看一下周線 他也是快線跟助長體 都在零軸之上對不對 所以日線多 周線也多囉 我們再來看月K線 月線在這位置 整路都是 快線跟助長體 都在零軸之上有沒有 所以還是那個口訣 當你發現一張股票 日線的MACD 快線助長體同步多 偷看一下周線也是多 月線同步看也是多 日周月同步走多 短中長同步走多 他就是一個主身段標股的邏輯了 好老師我們再看一下 我剛才這邊有點不太一樣 翻大 這邊是在零軸之上 那這邊也是紅色助長體 比較短的還沒有碰到它 不過都是在零軸之上 就代表就是 同步翻多做多好不好 其實只有差三天而已 差三天就碰到了 所以簡單一畫一點 你也可以碰到紅色助長體 就可以買了好不好 快線碰到紅色助長體買了 好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好來老師那除了台積電 管達還有聯發科 鴻海是不是都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對只要是前指骨 然後應該都可以 來 用同樣的方式來做一個 複製 零軸之上 快線在零軸之上 助長體 助長體 也是紅色的助長體 就可以了 好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 操作 MACD戰法有沒有學到 有欸 你們學會了 有 學會了 我想問一下育凱老師 育凱老師現在 眼神很換散的 因為育凱老師沒有食物可以吃 育凱老師 換散嗎 其實我聽完之後 我是有一些問題 想要請教姜姜老師 就是說 像這個MACD 我們是很了解它的用法 可是我們參數應該要怎麼設定 參數 MACD的參數 MACD 其實我這個你可以改 也可以不改 通常都是有人用9個 有人用 通常原始的數據多少 原始是12跟24 那你可以12就好了 你可以微調 比方說9跟18 其實都有異曲同工之妙 好 照樣就可以了 或者你覺得你比較不一樣 文青 就9跟18 好老師 好 昆老師 文青的 聽不懂欸 不一樣啊 文青就是有時候感覺不一樣啊 尊絕不凡啊 好不好 像昆森老師開了大局 尊絕不凡啊 昆森老師 對 那我就有說 今天學到蠻多 因為平常比較少在用MACD 對啊 那我覺得就是零走嘛 你現在了解ABCD ABCD FG 我剛剛講錯了 講什麼 嘿 我剛剛講MACD 對沒錯 哦 是我講ABCD 你為什麼要自己對他的入座 那ABCD又想說什麼 你告訴我 高嘎滴 哦 我要講 沒有老師這一段都要留著 都要留著啊 留著 那你說MACD怎麼樣 ABCD怎麼樣 因為平常學到 我就說零走很重要啦 因為之前沒有特別去看 然後就會說 只要是會死亡 銷到黃銷銷 就會隨便去亂用 對 對啊 好好老師 剛才這段是最好笑的 說我們不會撿 我們不會撿 好不好 所以實戰最強的MACD戰法 那也在2443A 台積電鴻海管達 可以拼這個50% 好不好 雖然剛才台積電秀的是28% 28 也算很厲害了好不好 這個 但有些股票是可以到50%以上 最後歡迎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而且怎麼樣 每週二週晚間 8點上線 135解盤影片 24教學影片 最後一段時間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WOW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凱老師 看歌 然後是歌誰誰 買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今天告訴你 今天二月一週 晃大午 閃千棒 開始想打 放 哇 你的嘴巴好厲害哦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財富自由 誰能快點告訴我 你會好 不要讓機會錯過 怎麼大呼 感覺好像逼著我 最高殺低的經驗真的痛 黑洋記 我其實在香港 我好愛 看空 出下球 這沒錯吧 右邊是誰 你若有賣酒本 賣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提前告訴你 最最高 燒最低 誰又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福利社 財富福利社 12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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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0800668085 本公司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營業指導字號為 111年經管投顧薪資第014號 本公司以所推介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支付投資風險